238 港區代表結束兩日深圳考察收獲風機深化兩地創科合作 2015年7月18日港民A16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繼續在深圳考察當地創新科技發展 到訪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創辦的無人機公司大疆 並與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以及科技創新委員會官員座談 都委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認為 香港應學習深圳創科企業經驗共同推動技術產業化 將大專院校的科研成果轉化維生產力 同時希望深化兩地創新科技、醫療產業領域的合作 《大公報》記者陳聰目前深圳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4742家 佔廣東省一半以上,培養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集群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先後參觀了其中的賣稅生物醫療電子有限公司 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海能特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 大疆的創辦人士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汪濤 目前其公司的無人機已佔全球市場近七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昨日亦與深圳市人大常委會 以及科技創新委員會官員舉行座談會 交流兩地創科發展情況 中聯辦副主任欣曉靜表示 今次深圳考察團收穫肯大、不虛此行 感受到深圳發展的速度、後勁和戰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通過考察可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 他又表明,深港兩地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合作空間很大 考察團團長、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慧珠指出 他對深圳的高新科技企業的發展感度欣賠 此行學習了深圳拼搏開拓的精神 希望深圳為國家綜合國力作出更大貢獻 有強調香港在創科領域要急起直追 同時可配合內地科技企業,幫助對方融資上市 推動學術研究成果產業化科技園董事會主席羅范昭芬指出 創造全面創新生態體系,才能培育創新環境 香港今後要和深圳合作,推動學術研究成果產業化 他認為,香港目前最重要的是留住人才 例如大疆創始人汪偷原本在香港接受大學教育 但香港在創業資源上配合不到他 故決定北上深圳發展 特區政府希望汪偷能帶大疆回到香港 基於對香港的感情,他已決定在科學院設立實驗室 讓香港畢業生有機會加入 經過今次深圳考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對深圳創科發展有進一步了解 並獲得啟發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董會主席劉沛琴說 深圳的發展真的了不起,使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多 效果大,則從整個發展範圍,以香港科研資助針對項目 往往發生淺放在哪裏用不完的情況 以在深圳創立眼科醫院的本港眼科權威林順潮認為 深港兩地應加強醫療產業的合作 尤其在生命健康領域,隨機採研究的專利外 臨床也十分重要,在新約發展上香港和深圳可共同研究下一步如何走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胡曉明指出 大專院效用了很多資源做研究、出論文 完成後卻擺在一邊,現時政府的投入令大學的學術地位有提升 但在知識轉移以及如何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仍值得再深入思考 記者會知道 請選擇 是一項公告的名顏 可以記者答案 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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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